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相信每个家中都有白米 而且白米吃不完就容易生一堆米虫 整缸米里只有一两只米虫是没有关系的 但有时那个数量是多得惊人啊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 米缸里常见的米虫也被称为米像 属于橡皮虫科 通常会在古物的仓库中寻找到 它们通常黑黑小小的 平时躲在米里钻来钻去的 而且不容易处理掉 今天小编就要教大家几招除掉米虫的小窍门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小编准备的白米 这只是拿来做示范 相信大家 家中的米缸更大 或者很多人就直接将白米放在米袋中 不将米拿出来 这些方法都可以使用 让你达到消除米虫的功效 首先小编要加的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在大米中混合地放入大蒜瓣 我们只需要将大蒜瓣放入我们的米中 这样放着就可以防止生猪虫了 除此以外 如果大家的米中已经长了米虫 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入新鲜的生姜 将我们的生姜放在白米当中 就可以有效的把虫子驱赶出来 这是因为米虫非常害怕这两种食材的香气哦 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有八角茴香 也可以放入米中 那样也可以起到防米虫的作用 除了这两种食材 小编还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妙的秘方 那就是我们准备一支酒瓶 小编在这里只是拿一支塑料瓶 不过小编建议大家准备一支干净的酒瓶 然后我们在酒瓶中装入100克的白酒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将这个酒瓶 塞入我们的白米当中 小编相信大家家里的白米的分量 绝对比小编的多很多 不过小编在这里提醒大家 酒瓶的口要高于白米的米面哦 避免我们的白米掉进了酒瓶内 我们只需要这样放着 那么这个白酒的香气就可以阻止米虫在白米中生长了 地防生虫也能防住哦 若大家认为这些方法都很麻烦 那么小编还要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 那就是冷冻法 我们将我们的白米放入一个塑料袋中 然后将白米冷冻起来 为什么这个方法可以除虫呢 是因为米香在温度13度以下的时候 几乎是不会冻的 而且也不会残暖 还有湿度低也会减少米虫的残暖素 所以如果白米放置久了 不妨将它放入冰箱中冷冻 那样就可以长久的保存我们的白米了 除了这几种方法 大家还可以使用花椒 花椒之所以可以驱虫 是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 具有特殊的香味 而米虫对气味非常敏感 对这种特殊气味更是避而远之 我们只需要将花椒包裹在纱布 然后将这个纱布扎好放入米中 就可以有效的驱赶我们的米虫了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到 大家驱赶米虫哦 别忘了按赞以及分享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